回到我們Thomas Channel 今天我Thomas會介紹一個越南餐給大家 這個越南餐就叫做Bunsell Bunsell其實是一個薄餅 你可以叫做越南煎餅或薄餅 你看到這幅圖就像蛋餅一樣 我們稍後會介紹Bunsell怎麼做 我錄下了其中一位師傅 那位師傅煮了越南餐已經有幾十年了 我就煮這個Bunsell給大家看 讓大家去欣賞 之間我會介紹一下整個Bunsell製作的過程 我叫做Layton 這是我的名字 Thomas 這是我的email address 和這個網站 你可以上我的網站看 下面這個就是YouTube Channel 我叫做Domas Food的YouTube Channel 大家可以欣賞 整個YouTube Channel 整個整體的頻道 有200多個影片在這個網站上 事不宜遲 我們就看看 怎樣做Bunsell的過程 就是這些香花菜 可以換個角度 因為我的陰影都遮住了 換個角度去看 地上種了很多香花菜和薄荷葉 你們吃一件南餐就適合用了 就是吃火車頭 火 非常好 很多香花菜和薄荷葉 比較近 這就是香花菜和薄荷葉 慢慢享受 西貢煎餅粉 自己開是用煎米粉 煎米粉加咖哩粉 對 就用煎米粉加咖哩粉 但你嫌麻煩的話 你就可以去超級市場買這個 在香港 就應該去那些 泰國寶 應該有得買的 現在就開始開粉 現在我們把水分開 現在我們把水分開 準備放在粉裡 當然我們用過濾水 加一點暖水 開一個餅 那餅一出來就脆一點 現在把粉 倒一點 先倒一點 我們再開水 我們攪勻粉和水 如果太濃郁的話 我們再加一點水 那幾多水 那幾多水和多少粉 就講經驗了 那當然呢 大家再做幾次 那經驗夠了 你會 煎薄餅的 水就會開得正好 因為我單手開機 所以就 做起來不是太方便 但大家如果自己做的話 應該做得比我更加美 最重要是攪勻一點 就像炒pancake 煎pancake一樣 現在把粉開均勻一點 就可以了 如果很濃稠 待會我們要加一點水 差不多了 加了水之後 我們再攪拌 現在差不多了 我攪拌均勻 最重要是沒有起這一粒粒 那大家如果 做一個蘿蔔糕 或者Pancake 大家就知道 那些粉和水要加 均勻一點 咦,炸的那些炸漿 你也要 攪拌均勻一點 不然又會起一粒粒 一粒粒麵粉 水 就可以了 你看到這些粉 本身是沒有那些咖喱粉的 或者我們是 越南薄餅的那些 香粉 還沒有 另外有一袋 要躲在一袋 另外分開 這樣就剪 倒進去 倒進去 你看到黃黃的色 很漂亮 雖然很像咖喱粉 當然它不是咖喱粉 不是純粹的咖喱粉 拌勻 你看到色調很漂亮 如果鹽色調不夠的話 你就可以加少少咖喱粉 我也覺得是沒有的 不是太黃 現在我加了咖喱粉 現在加了咖喱粉 你看到它全面露了 當然還是攪拌均勻 加了咖喱粉又香很多 又黃很多 煎了出來 一會兒就 就好像我的 我這段影片 開頭的 那個 賓舌的薄餅 這麼漂亮 有些都還沒有均勻 先攪拌均勻 這裏我們加一隻雞蛋 自己吃而已 人家賣 人家外面 在越南餐廳吃的那些 賓舌應該沒有加雞蛋 我們加雞蛋 是香些滑些 我們攪拌均勻 現在我們給大家看完所有的材料 包括剛才我們攪拌的 粉漿 然後有些芽菜 洗乾淨了 然後有些綠豆 是沒有衣的綠豆 沒有皮的綠豆 浸軟了 然後這些是肉 切一片片 肉片 還有蝦 蝦 蝦球 這些是雪蝦 如果你想新鮮的話 香港可以買些新鮮蝦 材料是貴些 不過好吃很多 然後有些肉 肉呢 人家賣是用腩肉 片片的 不是用瘦肉 我們是用瘦肉 外面吃的越南餐 他們是用腩肉的 腩肉比較肥 好吃 我們這裡用瘦肉 健康一點 不過當然 質感有沒有腩肉那麼好 現在開了鍋 我拿開一些肉 然後我們先烘熱鍋 師傅就準備一些材料 首先呢 就先下油 油鍋熱了之後 就下油 下少許的油 不需要太多 煎東西當然 多些油 沒有那麼燙 沒有那麼健康 我們首先下豬肉 因為豬肉很難熟 所以先盛一盛 幾片就可以了 大約四至五片的豬肉 大家都聽到聲音 接著是蝦 外面吃南餐 這個豬肉 可能是兩隻蝦 來的 三四片 就是瘦肉 當然 要賺錢 但自己也吃 當然可以吃得好一點 我們盛熟了蝦和肉 因為半生熟 又不用全熟 你看差不多 六七成 我們才放一些蛋漿 然後把它撥到一邊 然後把它撥到一邊 你可以想像一個蛋角的一邊 這樣 這樣 反溫的漿 蓋著它 很漂亮 就像荷包蛋一樣 或者好像鵪裂 大家吃到鵪裂就知道 你可以叫做越南薄餅 或者是越南鵪裂 你們喜歡 然後加一點 這樣就像均勻地倒進去 你看到 你看到 加了一點點 OK 滾一下油 讓你一塊 一塊 越南餐很多時候都很浪費工夫 因為準備的時間很多 但吃的時候很快 一會就吃完了 开始形成的时候就落芽菜 落在哪边 那边是盖上就 整个荷包蛋翻裂 然后绿豆 盖上盖盖盖盖盖盖大概多长久? 约差不多一分钟左右 一分钟应该就行了 當然了,之後我們會夾香花菜 蘸魚露去吃 你自己喜歡怎樣包? 魚露,我也有一輯教大家如何開魚露 你可以看看那輯 開魚水 現在蓋上蓋子,我們等 現在分幾兩分鐘,把它蓋開 很漂亮 大家可以看到兩邊離開 然後我們再在邊上倒少許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油也不少 如果有些很追求健康的朋友 可能會覺得油多了少許 但可以了 吃東西就要有少許油分 為何要放在一邊呢? 今次我們在這邊反過來 有整個荷包蛋的冰錫子出來 哎呀,你看到整個 這個我們叫做熱南煎餅 你可以叫做 我們叫做冰錫子 這個就是冰錫子 然後倒下去炒 這些粉,好像今次的粉已經熱了 我們就把水分開 因為結了之後會比較厚 比較硬 如果是薄一點,就脆一點 當然煎了一兩餅 有經驗,就知道要怎樣做 這些粉,待會我們會再加少許水 現在我們會加少許水 現在我們會加少許水 讓它不太濃稠 師傅,把這些 切到這一邊 上桌的時候 在這一邊上桌 大家會看到有些蝦,有些肉 有些蛋餅 但這個又不是蛋來的 又不是鵪簾 它的樣子又是鵪簾 這個就是熱南的冰錫子 我們可以上桌 上桌 上桌 師傅要把它焗上桌上 程序是一樣的 如果你看到有些焦 可以先倒進去 之後再煎另一餅 程序是跟剛才一樣的 現在也是一樣的 剩好了 先拌勻 因為整個蛋餅 圓圓的蛋餅 當然不一定要很圓 你不用用圓圓圓 要多圓圓圓圓圓 不太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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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n 放一些芽菜 크割 如果喜歡吃多些芽菜 也可以放多些就少 放些綠豆 在另外一個角度拍的 現在就蓋蓋了 一樣也是,1-2分鐘就可以了 第二餅又熟了 我們再在邊皮放一些油 讓它煮起了,我們可以翻開 因為看到粉味味太熟,所以煮了一會兒 然後新鮮煎出來就好吃 通常煮的就沒得吃 煮了給別人吃 我們要吃完了 煮完之後,最後一塊就去吃 這樣我們可以翻開 這次它好多 這些漿我們多了少許水 煎出來 煎到煎香這邊 這邊很漂亮 有些肉在裡面 拿出去上碟也比較好看 這就是越南薄餅奔舌 上了碟之後,多漂亮 這就是越南薄餅奔舌 紅葉生菜 紅葉生菜 紅葉生菜就軟一點,沒有青葉生菜 我們洗了紅葉生菜 一會兒奔舌的時候,我們可以包來吃 包去點魚露 非常之好 大家有沒有聽過 死女包包生菜 這就是越南薄餅奔舌 這就是剛才的薄餅奔舌 煎出來之後,我們放一些紫生菜 在旁邊,然後有些香花菜 也有一些魚露 就是越南的魚水 用魚露開的魚水 我們將這裏放在生菜裡 捲起來 放一些香花菜 點魚水去吃 越南的食法 我們設置好桌子 做了三個奔舌 還有一個出來了 我們擺設得很好 有奔舌,有生菜和香花菜 魚露有一瓶開好的魚水 大家可以把自己的碗 自己點上魚露 你看到相當不錯 這個熱南餐就做好 再出來了 我剛才也介紹過 怎樣去摘 新鮮的香花菜 我們吃得比較滑 我摘了這麼多 我都撕了很多老的 我們不要 我們要一些嫩的菜 OK,大家看完我做的過程之後 大家都應該知道 我們在生活中 我們應該怎樣做食物給自己 安慰一下自己 多謝大家細心欣賞 如果有機會的話 大家給我一個Like 還有上我Youtube的Channel 看看我整套的Youtube 現在多謝大家收看 再會見 拜拜 adio, hasta luego 最後